在植物大蒜僵尸原版中 大蒜本来是一个简单的改变僵尸入境的一个植物 但是在贝塔版中 它不仅继承了原版的特性 而且还会使僵尸产生中毒效果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全品的大蒜有没有僵尸能够成功的通过呢 首先声明 不被大蒜影响的僵尸 比如冰车僵尸以及巨人僵尸 不会参与粉刺测试 规则 到达土豆雷的位置 或者引爆土豆雷就算挑战通过了 本次五位选手中 有哪些僵尸能够成功的通过呢 赶快在评论区或者公屏打出你支持的僵尸哦 第一组全部被抬走 第二组选手已就位 支持高坚果僵尸的请扣一 支持坚果墙僵尸的请扣二 支持梯子僵尸的请扣三 支持橄榄球僵尸的请扣四 支持小组僵尸的请扣五 可多选 正式开始 准央尸的请扣四 最终高坚果僵尸 坚果墙僵尸 橄榄球僵尸 全都通过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猜对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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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